复兴航空上个星期在澎湖发生空难 黑盒子内容还在判读当中 而今天传出当时包括了复兴跟力荣航空的飞机 都曾经向塔台请求改由另外一个方向的零二跑道降落 但是塔台联系负责的军方人员时候却遭到了拒绝 不过民航局今天指出 虽然因为机场的能见度降低 两位机长的确曾经请求要改变跑道 但是后来一度天气好转 能见度回到了1600公尺 复兴班机又决定选择原来的二林跑道降落 这跟有没有遭到拒绝没有关系 在风大雨大中复兴航空编号G1222班机 不幸坠毁在澎湖西西村造成48死时伤 各界都很关切事实原因 周三有平面媒体报道 那段时间天上除了复兴还有力荣航空 机长都曾要求希望从原本的两栋跑道 改降有盲匠系统的栋梁跑道 结果却遭到拒绝 民航局解释当天都吹西南风 风速强劲 所有班机都使用两栋跑道 并非拒绝 民航局指出能不能从两栋转换跑道成栋梁 需要跟军方协调 就在协调时天气好转 塔台管制员告知复兴航空两栋跑道有1600公尺的能见度 不过立委取得相关资料质疑 当时晚间六点半以前跟七点十分以后能见度都只有800公尺 但是在复兴G1222降落时就这么刚好 能见度提高到1600公尺 过度的巧合 也就是当你跟我提出要求转换跑道 然后我就给了你一个电报 说现在天气条件已经改善了 这个也不需要查清楚 民航局指出塔台管制员提供天气资讯给驾驶员之后 其实是由驾驶员决定要不要降落 不过真正失事原因无法推测 还是得靠黑盒子揭开 非安徽也已经在调查当中 记者令你们陈立峰谢奇文台北报道